大家好,我是美国的波比医生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喝咖啡的事情 我现在在学习生活方式医学 这个不是说要有那么大的改动 就是你要开始运动,开始做某些事情 或者是彻底要戒掉什么 其实不是这样的 而是我们都对自己的健康和对自己的生活方式 有一些审视 比如我特别喜欢喝茶喝咖啡 有的时候我先生不喜欢我这样 说你看牙就容易变黄变黑 但是我又说有别的那些健康的好处 而且我喝了之后就特别开心 但到底谁对呢 所以我今天就把喝咖啡有关的事情 在医学方面对健康 还有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 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缺点 我自己看一下 然后前几天我还到芝加哥的叫 Starbucks Reserve Roastery 就是他们的甄选咖啡的墨房去参观了 然后在那喝了咖啡 所以这一点呢 我有写文章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咖啡这事情是这样的 咖啡主要是咖啡因 但是除掉咖啡因之外呢 还有很多的抗氧化剂 这也是咖啡因对我们能够提神之外的那些额外的好处 咖啡因含有含咖啡因的饮料呢 在西方欧洲美国呀 主要是这个咖啡 但是在东方国家 比如中国呀日本 茶叶非常好 我是这么想啊 我觉得既然我一直生活在美国 所以我还是要适应我自己本身 在中国长大 有这个喝茶的文化 但是呢 也要适应本地 也开始过去十多年 都已经开始有了喝咖啡的习惯 我一般是每天早上一杯咖啡 然后晚上回家以后就喝叶子的热茶了 好 喝咖啡呢 我们都知道也确实有数据 就是可以提神 尤其是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 但这一点我不提倡 因为我觉得如果睡眠不足 就是你要给自己更多的时间 保证良好的睡眠 我们今天主要要谈的一些 就是喝咖啡 包括咖啡因啊 或者脱咖啡因的咖啡 对身体各种器官疾病 有哪些影响 咱们先说咖啡和头疼 这个是双刃的双面的一个刀 就是说有的人呢 喝了咖啡之后 头疼可以缓解 但是如果长期喝大量咖啡 一旦戒断的话 反而会有反弹性的头疼 这一点我本身不支持用咖啡来缓解头疼 头疼呢 还是要找到原因 同时如果是这种压力造成的控制压力 第二点呢 就是和一些移动和神经类疾病 比如说帕金森症症和这个老年痴呆来说呢 有一些数据说明对这两种疾病有预防和降低它的风险的好处 这是很好的 还有呢心血管疾病方面呢 说适量的喝咖啡就是三杯以下可以降低发生心梗的概率 但是如果喝的过高的话 过多的话超过四杯和到六杯之间 反而会可能会激发心梗或者是心理市场 一定要适量 再有一点第三点呢 就是第四点就是对糖尿病和胰岛素的敏感性 这一点有正面的影响 就有的有一篇文章新出来说 好像喝咖啡可以是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预防糖尿病 这是有一定的数据的 但是如果真是有糖尿病啊 或者前糖尿病啊 一定要减脂 减重有更好的生活习惯 好下面再一点呢 是说是不是对便秘有好处 便秘这一点呢 它这个咖啡因能够刺激平化肌的运动 就是包括我们肠刀上的平化肌 肠刀蠕动就会好一些 所以如果有便秘的情况的朋友呢 可以早上起来就喝一杯吃饭也好啊 或者是空服喝一杯咖啡 对我来说也就是非常管用 我马上就能感觉到有肠蠕动的感觉 然后就可以去把大便的问题解决 好下面还有几个情况 因为我要这个事情分成两集说吧 这一集先再把前面总结一下 喝咖啡呢可以提神 但不提倡 对头疼呢是双刃刀 能够降低帕金森症 老年痴呆 还可以有一定的减低心梗的风险 降低糖尿病 然后有对排便便秘有很正面的影响 好下集再见